第一方就出的數據好了,PMI 52.6,這就是製造業 PMI製造業是52.6 而服務業更厲害,56.3 連續兩個月都站在50之上 換言之大家都知道 我們節目已經聽過多次了 50就是榮夫分界線 正在增長,中國無論是製造業也好 服務業也好,都是在增長 即是景氣持續升溫 這個再配合這兩個月升 中國做了什麼呢?就是開關 即是通關之後,復償 重新復償之後 所有的穩經濟政策真是落地 可以體現出來在這些數據上 就看到二月份真正反應 一月份就是提早了過年 所以一月份 這些紙索澳未必真的能反應 到二月份真的能反應出來 的確令人鼓舞的數據 證明中國經濟復上 向著一個正面的方向進發 加上兩會 即是周末 星期六日 就召開兩會 再加上今價比較特別就是 新人事新作風 新的界會上場 還有大家都會留意著 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會不會增加一些 因為去年差 有些人說去調升到6% 之前說5點多 現在也說有機會去到6% 最主要是想提震投資者 或者消費者的信心 Ricky有沒有看過 接下來兩會 你估計有什麼措施可以刺激一下 其實也有一點透露出來 即使兩會還未正式開 還差幾天 但你也透露出來 剛才你提到的6% 其實之前就估計 4.5至5.5的區間 一般相信都是5的 現在就提升了 也不奇怪 因為其實 一些訊息出來就是 一方面 即是昨天 大聲一方面的數據 另一方面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官員 或者部 都出來說話 財政部出來說話 財政部為加力 什麼意思呢 就是加大財政政策的力度 換言之 簡單地說 多淋水 多淋水出來 刺激經濟 提振經濟 財政部說話 商務部又說話 商務部說 會提振消費 在已有的政策基礎裡面 就落實去 提振經濟 提振消費 即是提振消費 提振經濟 將2023年定為消費提振年 主要包括什麼呢 就是家居的有關 大宗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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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 新型消費 都是提振的目標 都是百分之內的 財政部又淋水了 現在一般估計 可能今年的淋水的幅度 就令到財赤相等於 GDP的3% 3%不少 到財政部這間 就令到財政部 都沒有支援 人們的財政部 是財政部 是財政部 其中的財政部 是財政部